其實我今天想分享一下 我幫我兒子說 我的兒子八歲 我想說一說他最近的經歷 大家記不記得我們有一個叫做 童心靈食講故事比賽 記得 我的兒子就參加了童心靈食講故事比賽 然後就放了上網 我幫他放上網 無意中可能學校就看到了 然後就邀請他 他看完童心靈食講故事比賽之後 就邀請他去參加這個 童際比賽 童際比賽的名字 我先看看 那個叫做 基督教 為什麼錄不到 是 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是的 律師知道 我都不是很知道 他全校就派四個人 我兒子就讀二年班 其中一個我很開心 叫他要拍片 其實我兒子一直都有拍開片 他一直追著生命快測 和童心靈食 他自己在家會拍片 他拍完片之後會發給誰呢 原來就會發給我們的其中一些So Happy老師 有個So Happy老師跟他很朋友 經常私底下他們兩個在WhatsApp 我也不清楚 So Happy老師是他的啟蒙老師 一直都很有愛用他的時間 因為那位So Happy老師都很忙 但他都很願意 去幫助他 現在我兒子其實都懂得剪片 其實他已經懂得剪片 然後呢 然後拍這個 《基督教明藝出版社》 他拍片的時候 其實大家拍過片 都知道很慘 又要拍很多次 其實他知道去比賽 他就拍到哭 後來我就覺得 不可以用一個比賽 令到一個小朋友這樣 然後祈禱民主 應該怎樣呢 然後神感動我 他說你跟他說 其實這次是傳福音 我說了這句之後 他就很開心 就拍了一條片 然後就拿了出去 我猜不到就是 這條片出去了之後 學校可能是校長看到 可能是 校長看到之後 上個禮拜突然間 就跟他說 他說 我想邀請我的兒子 去主持早討會 他是逢星期五 就有一個早討會的 初途的時候 我就覺得 為何會叫他做早討會呢 他早討會 難道只是讀下主討文 原來不是 他的早討會 又要講一下 什麼叫做服事 什麼叫做感恩 然後才去講主討文 那就是對著全校 當然他有貓子 那很感恩一件事 就是因為他在那條片裏面 他加插了自己的討告 因為其實學校的小朋友 他經常回來跟我分享 那些小朋友做功課做到哭 還有他有時候的小朋友會說 我生出來做什麼 是不是就是做功課 我真的不想生存 然後連帶我的兒子都會哭 我說 那你可以怎樣幫他 他說幫他祈禱 幫他祈禱 他就會好些了 然後他在那條片裏面 就加了一些討告 校長看到之後 就邀請他去做那個早討會 我都很感恩原來二年級是第一位 平時是四年級至六年級做 他是第一位做 我覺得很感恩 就是一連串 好像我自己覺得 好像神安排 由同心靈食講故事比賽 接著去到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再加上早討會 我覺得好像神一直帶著我的小朋友 然後向著那個傳福音 向著他那個同年紀的人傳福音 多謝主使用它 榮耀歸比主 謝謝